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那个年代的不同 档铺所接收的直档物 当然就不一样 当然台湾的起飞 档铺是深受其汇 因为顶档品琳琅满目 什么都有 那生意也好得不得了 甚至在民国八十几年 九十年的时候 在大家乐风行的时候 档铺每一天就是车水马龙 有棉被 有脚踏车 还有西装 还有这个皮衣 所以我五穿二年级的时候 冬天我就有皮衣可以穿了 因为我父亲那时候 档好像档三十几件皮衣 很多同学都很羡慕 哎呀 你们家好好的人 你好 请问今天要办理什么业务 有什么需要服务的 我想说这个金子来这边 看看能不能够借一些钱 救急救命 一般民众的融资中心 这里是台北市动产职借处 也就是公营档铺 现在先帮你秤重量 好 麻烦你 你这些金子一共是三十五公克 那三十五公克可以借两万八千 两万八 对 我们目前一公克是借八百元 要评估大环境景气 走一趟档铺就知道 台北市动产职借处 每年服务五点三万人次 职借金额约二十七点九亿元 旺季落在开学前后 客群以家庭主部为大宗 基本上会来公营档铺 点档的人通常都是为了家庭生计 所以大概我们有统计过 大概都是四十一岁到六十岁左右 那这样的客群大概占了五十六七% 通常职借金额落在十万元以下 短期小额直到赎亏率破九成 我们的职借的期限 本来就比当副业法的三个月长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六个月 那除了机车或者三系这种 它的那个变动 价格变动率比较高的是三个月之外 其他都是六个月 那再加上说 我们希望能够给客户一个 传息的机会 所以通常我们会再给它一个六个月的 一个缓冲期 那所以 目前我们的流荡率大概只有1% 这是我们放置摩托车的一个仓库 那目前我们收值的机车呢 是以八成新为主 大概是两年三万公里以内的机车 我们才有收值 那我们职借的乘数呢 大概是二手市场行情的六到七成 以一部摩托车新车四万元来说的话 大概可以借到两万多块 公营档铺植档物 以有行情市场购流通 易于保管为原则 黄金钻石是大宗 在民众职借流程中 鉴定典档物争位是必要步骤 44K黄金的橙色 磨起来是黄橙橙的 那如果是K金的话 因为它含有其他金属 尤其是铜的成分会比较多 所以磨起来是会稍微会偏红色 经营超过一甲子的公营档铺 因应民众需求 职档物也曾不设限 翻开实测资料 西服西装 轿踏车 波音机 都有明文规定典档价位 档铺它严格已经好几千年了 那早期为什么要设供营档铺 可能跟当初政府牵台 还有当初可能是在一个通货膨胀 然后银行利息相当高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民营档铺它们的普遍的利率 可能高达了月息就二十几% 所以那时候的台湾省政府 它就明令说 要求各县市政府自己成立供营档铺 来算是平抑一下这个利率的部分 公营档铺和民营档铺利率差很大 以现行法规来看 公营档铺月利率0.68% 民间业者月利率则为2.5% 客群不同 民营档铺点档品更多元 先生您好 请坐 您今天来有什么需要 请坐 我想要照这个包包可以当多少钱 只不过当民营档铺成了转卖平台 难免会让人多做联想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档铺会不会是 嚣张的管道 其实按照档铺业法的规定 点档东西除了要登记证件以外 还要按指纹 那你给他看 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的这些二手店 或者说是那种所谓的 网路上的一些销售的一些物品 他们就没有这个机制 所以说真正把当铺来嚣张的是字头罗网 天天和珠宝金品为伍 谈起收到假货的经验 业者笑说就当作缴学费 东西流荡以后 我们卖给旧货商 或者卖给钟表店 或者卖给珠宝商 他们一看假的 那假的他们就不会收 那假的我也不敢卖 因为这个涉及到商与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怎么样 变成我的战利品 也是我的活教材 那我就慢慢的累积累积 所以我曾经大概计算了一下 我这一生 大概收到的假的东西 可能超过三千万 为了将损害降到最低 培训建价人才 耗资五百多万 购满鉴定仪器 显微镜下放大五十倍 名牌钻表厌米震生 全世界的钟表有没有在意 他们使用柜金属 是在1995年以前的话 就是会用一个女王头 1995年以后的话 会用那个圣伯纳狗头 对 那这个通常出现这个mark的话 出现这个女王头的话 最少知道就是在95年以前 最少是23年前以前的表了 对 实践里面带有一两件是很正常的 这个在现在来说的话很难避免 尤其是你们可能不晓得 现在大陆的房标 他们很夸张的是 甚至会去买原厂的仪器 买原厂淘汰下来的仪器 回中国大陆 然后再去重新制造 对 那个制造出来的技术 已经都是非常非常的纯熟了 经营当铺42年 见证台湾经济景气高低起落 各种金融服务业和当铺业者 形成强烈竞争对手 秦思琳认为传统民营当铺 将会成为历史名词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贫富距离越拉越远 那在金字塔尖端的人 他不可能跑当铺 他们家很有钱 那在中间段的寿星阶级 就是跑当铺的机会就也很少 那在低层的这个部分 当然连跑当铺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没有值钱的东西 所以当铺的这个整体经营 我想黄金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历史悠久的典当业 随着M型社会逐渐成绩 再在考验 民营当铺业者的经营模式